昨天晚上吃的什么 吃的饺子 什么馅儿的 韭菜馅儿的 你们总共不是吃的 云腾的丸子吗 你吃的吗 我也跟那样 你们等于四个人都吃的 云腾的丸子 一家四口就因为吃了口饺子 其中三人就不幸去世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谢先生在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的差了 勉强的说出救孩子之后 就晕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根据民警的了解 谢先生住在副食品批发市场里面 住房和旁边的仓库非常的近 空气的流通性也非常不好 当天家里改善伙食专门包的饺子 结果一家人吃完饭后 都出现了中毒的症状 当天晚上 谢先生的小闺女和妻子 就不幸去世了 她和大闺女被救护车 拉到医院抢救 当民警赶到出租屋的时候 发现了吃剩下的饺子 床铺的旁边还有几滩呕吐屋 此时在场的人员 都以为是食物中毒 就立刻把相关物品送去检测 让人意外的是 里面并没有检测出有毒物质 而这时躺在医院里的老谢 和大闺女也苏醒了 工作人员也从中了解到了 做饺子的食材 之后还检测妻子买的感冒药 同样都没有任何问题 调查进程似乎进入僵局 就在工作人员第二次进入出租屋时 民警发现了一块黑板 发现了有一个字 写了一个字 正过来的一刹那 咱们就感到很吃惊 这个字 就是延远远 但是虽然有一点擦拭的痕迹 但是很能识变出来 是一个毒字 因为事情陷入僵局 工作人员就组织了第二次调查 这时就见到了一块黑板 虽然上面的字 有些已经被擦拭 但仍然能看见 上面居然写了三个毒字 看着横七竖八的模样 应该是小孩写的 但老谢小闺女才七岁 显然这个字 不会出现在课本里 这时民警猜测可能是家人投毒 小闺女无意间看到后 就临摹在了黑板上 可没过多长时间 这个猜测就被工作人员推翻 因为老谢的妻子在前一天 还带着闺女去医院看病 而老谢在事发后 第一时间出门求救 所以这个猜测并不成立 就在这时医院里又传来噩耗 大闺女也没有挺过来 得到老谢的同意后 民警对三人进行了化验 结果竟然在他们体内 发现了零化物 为了找出事情的真相 相关工作人员又一次进行了搜索 这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因为一口饺子 一家四口三人不幸去世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去房子内搜索的工作人员 在回家后都闹了肚子 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而且当时正处于夏季 屋子里不可能没有蚊虫 面对这奇怪的现象 民警推测房子可能有问题 于是专业人士进行了测验 发现屋子里的空气中 含有零化氢气体 这是离事发时间 已经很长时间了 突然旁边的仓库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打开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玉米 而玉米中间存放着很多纸团 获主解释 这是为了保护玉米部长寄生虫 工作人员化验后 发现里面含有零化铝 这种物质会和水反应 生成零化氢气体 而这种气体对人体有剧毒 原来仓库放完这种东西后 刚好遇到了暴雨 空气的潮湿 引起零化氢气体的加剧形成 扩散到谢家后 导致一家四口纷纷中招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谢家三口的去世 只因为获主无心的举动 这实在让人惋惜 大家对于这件事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一起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明显 do写微 石炽 转发 打明显 do写粟 写粮 杜粮 赞 忿佇地 转发 打明显 转发 打明显 do Excellent 評依 develop 打明显 Do 写粮 赞 转发 打明显 do 虚子 滴盾 Do 想 打明显 转发 打明显 转发 ڈ谷呗 双 转发 打明显 do 写粮再大了 转发 打明显 转发 有点 迷短 转发 打明显 do 转发 打明显 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